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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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同學跟我提到 譬如說自動化取代了非常多的工作 消失的工作 比新增的工作多嗎 那到底新的工作機會在哪裡 或者是說企業營運的一個方式 勞動成本真的是要成為裡面 非常重要的部分嗎? 但是如果用機器或機器人取代 那是不是勞工的就業機會 又減少了很多了呢? 甚至於同學還問到說 那現在的經濟為什麼這樣 永遠起不來 為什麼呢? 好吧 這些問題 我們在今天在後面幾週 都會跟同學們談論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很希望同學有任何問題 隨時提出來好嗎? 好 我們首先再來看看勞動體制的問題 當然全球化這絕對是一個很重要的背景 而且最近這二、三十年來的全球化很不一樣 怎麼樣很不一樣呢? 除了說ICT的影響我們剛剛來提過的 還有最主要英國、美國來提倡 所謂的經濟全球化 什麼是經濟全球化呢? 就是最主要來要求世界各國來開放市場 來國家解除管制、開放市場 那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趨勢 同學你如果掌握這樣子的趨勢的話 你就知道現在的全球化是什麼 所以我們會把它稱為 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 那新自由主義我們下個禮拜 再談到開放市場的時候 會繼續再跟同學們來談到這個問題 那最主要就是來談到的全球 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概念 當然全球化不只經貿的全球化 還有社會文化的全球化 譬如說麥當勞的一個全球化 還有政治民主的全球化 那這都是我們關心的 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像Triple W 他使得資訊跟知識 他可以克服地理的限制 那像家教的例子 我印度的家教 那我就成為可能 那所以很多工作的機會 會移到開發中國家 譬如像美國的Dale代爾公司 他把他什麼 克服的工作 那電話接那個克服服務的工作 外包到印度 他們訓練了非常多 這些印度的克服人員 可是後來Dale還是把他收回去了 因為美國人還是不習慣印度人的英文 然後還有各國都積極透過教育 來提升資訊知識工作的競爭力 所以各種的教育 網路教育、諮詢教育等等的 然後還有IT工作者、非IT工作者的 他的性質差異很大 好 那當然談到企業的經濟全球化 那他有很多新的做法 尤其不只生產全球化 剛剛提到Toyota的生產的全球化 勞動市場一樣全球化、彈性化 那我們來看看這是什麼呢 那尤其企業他會開始使用這種全食員工 是減少的狀況 而增加雇用很多部分工時 或者定期契約就是A短期的 三個月、六個月甚至一年半的定期契約 還有這些臨時派遣的員工 我們來看看他們有什麼特色 那每個企業的核心員工 這是最重要的 那這是不管經濟的進氣不進氣 那絕對是公司最核心的員工 最重要的 那我們看到往上第一邊垂勞工 這是數量彈性的意思 就是他會因為經濟的景氣或不景氣 而受到數量上的影響 僱用數量的 勞工的僱用數量的影響 那還有第二邊垂勞工 這裡面包括短期契約 我們剛剛提到的三個月、六個月 會以免辦的短期契約 還有公家補助的受訓者 還有一些延後徵人 你晚一點再來上班 或者是說工作分攤、job sharing 等一下我們會來看看它是什麼呢? 譬如把一個工作拆成三個工作 然後本來一個full time的工作 現在三個都變part time的工作 然後公司常常說好吧 你們就組成一個團隊 然後採取責任制 你們這個團隊在什麼時間內 只要把它做完就好了 好 這是工作分擔 然後還有部分工時 你的每週的工作時數不到40個小時 然後這是第一邊垂跟第二邊垂勞工 在外圍同學又可以看到的 好 那有自顧 自顧就是剛剛譬如你如果是疏活族的話 那你跟幾個朋友來開一家公司 但是不顧用別人 然後叫做self-employment 自顧的狀況 然後外包這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譬如全路公司把運送營運機的工作 外包給卡車出租公司 這是外包 然後轉包當然就是一層一層轉下來 我們常常說大包再小包 然後一層一層的一個 的一個 一層一層的外包的製度 好 還有一個機構派遣 這是很特別的機構派遣 就是我們通常的勞資關係 只有兩方的勞資關係 但是機構派遣等一下我們會看 他是有三方的雇用的關係 好 然後我們來看看主要的彈性就業方式 還有臨時機構派遣 還有短期契約 還有工作分攤 還有自顧 好 我們來看看他們是什麼呢 那就全時工作 是每個國家都差不多35到40個小時 那歐洲有一些國家現在的工時 才只有30或33個小時左右 是全時工作 那永久工作是你是核心的員工 定有不定期期限 不是一年半六個月的工作期限 好 那我們來看看說部分工時 就是你的主要經常 主要工作的 經常性的週公時 每一週的公時是不滿30個小時 然後有些國家是說不滿40個小時 也叫不分公司 然後臨時機構派遣 最主要的 他有三方的就業關係 也就是派遣公司 然後要派公司是我要人 譬如像現在在銀行 那銀行的清掃的工作 他已經不會僱用一個歐巴桑 或者一個小妹 然後來做這樣清掃的工作 而是什麼 他跟派遣公司來要人 他是要派公司 然後這勞工是被派遣到要派公司 譬如銀行來工作 所以這銀行跟清潔公司要人 他說我只要一個勞工 每天到我銀行來做清掃的工作 譬如在我9點半開門或3點半關門之後 然後來做一個小時就好了 好 我需要這樣子一個勞工 我不需要養一個清潔工 然後整天工作 並不是我只需要一個小時 來把公司上上下下清潔好就好 所以你知道這樣子的一個清潔工 他可能屬於這個派遣公司 而且他可能每天要幫好多家銀行 來做這樣子清潔的工作 好 那這是機構派遣 也就是我們現在在台灣爭議非常大的 派遣勞工 好 因為他很特別 他有三方的就業關係 所以像他如果有勞保 這個保費誰來分攤 是派遣公司呢 還是藥派公司呢 然後或者執災 產生執災 常常是在藥派公司出現 對不對 好 等等的 但是台灣現在並沒有單一的派遣法 或者在勞基法裡面 也還沒有派遣的專章 來規範派遣的勞資的關係 而造成非常多的爭議 那接著我們來看短期契約 那短期契約 譬如幾個月到兩三年都算短期契約 那契約終止 勞固關係就自然終止 但是在法國呢 你可以看到他們有非常嚴格的 一個勞固的關係 他說除非勞工有重大疏失 否則短期契約終止的時候 必須要轉成正式勞工 這是很不容易的 然後你除非有重大的疏失 所以這一年半我契約工作結束之後 沒有重大疏失 你是會變成為正式的勞工的 這是法國的勞動法的規範 好 所以在歐陸我們都可以看到 是這樣子勞動法的一個規範 好 工作分攤 我們剛剛提到原有一個工作 可能變成為兩三個人來共同 把這個工作做起來的 然後自顧就是你跟合伙人 然後或工作室 但是沒有僱用別人 當你有僱用別人的時候 你就成為什麼 僱主了 你就不是自顧的一個形式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其實在勞動市場的彈性裡面 那在全球裡面我們可以來看看說 那到底整個勞動市場的彈性 大致可以分兩種 一種我們把它稱為競爭性彈性 一種叫結構性彈性 競爭性彈性 我就用一個字 一個一個術語叫做鴻海策略 這些企業常常勞動力 是裡面非常重要的部分 然後企業常常透過降價 然後廠商之間殺的這樣子血淋淋的 然後而且因為勞動力在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成本 而且這些公司都會建立 像在美國 你可以看到他勞動市場來解除管制 而變成了一個個人化的勞資關係 所以在美國常常勞工被解僱了 你怎麼發現你被解僱了呢 一大早走進辦公室 打開你的email 一看哇 我被解僱了 然後上面還寫 請你在一個小時內 把你收拾你的個人用品離開公司 哇 這是美國式的 這種叫做競爭性彈性 這個勞動力是暴露在這樣子 非常尖銳的競爭力 而且是屬於個人化的勞資關係 可是如果在歐洲 你看到他們有很強的工會 而且工資非常的高 也很好的社會爆炸 然後工作場所的彈性也很高 而且是很高品質的彈性 那就是透過很多技術的資源 或者很多跨技術的狀況 那譬如在德國、法國 當企業要解僱員工 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常常有工會的力量 還有企業內也有工會的組織 那而且其實他們常常是透過 還有跨產業或者跨區域的這種工會 來幫這些勞工講話 所以我們把它稱為 這是結構性的彈性是什麼 他們有很高的工資結構 那很高的工資 而且企業不容易解雇勞工 當然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知道企業的因應狀況是什麼 但我就減少僱用勞工 我就不會有解雇勞工的問題 所以這也是造成歐入 你可以看到的失業率比較高的原因 企業是不容易這種隨便來聘用勞工的 好 那這種勞動彈性 那一種我們把它稱為叫做像這種鴻海 那你真的是 我說紅色的鴻海 跟南海策略是顛倒的那個鴻海 是一個個人化的勞資關係 跟這種有工會組織的一個勞工的一個狀況 勞資的狀況 那但是這種結構性的彈性你可以看到 他也很高的品質的勞動力 而且其實彈性就業 你可以看到他最主要把重點放在技術的支援 而不是像上面這一種是什麼 他弄得非常多的非典型的就業 像很多part time的或者排遣的 而且是很低工資的勞動 好 那我們來看看說其實勞動市場 他是最具有社會跟地方鑲嵌的 他要鑲嵌在個別社會跟個別地方 那一個國家如果很高的失業率 他不能說這些失業人口 好 你們全部到別的國家去就業好了 我就解決我的失業問題不能這樣 那他是鑲嵌在個別社會的 還有個別國家的勞動政策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每個國家的勞動的體制 勞動的政策很不一樣 還有各種的社會政策 譬如事業津貼也都很不一樣 還有經濟成長跟社會制度至上 那如果有很好的一個經濟的成長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就業市場 常常很恆勃發展的 好 那所以各國勞動市場的改革 這種改革的內容 譬如e-work 你的工作常常e-化 我們剛剛提到IT work 很多電傳 在美國有很多的telework 電傳工作 你根本不用上班 你根本沒有辦公室 甚至你還不知道你的雇主是誰 我只要透過網路 我把工作做好 回船 這就是了 他們的電傳勞動 好 然後每個國家來改革 他的勞動市場可以更有彈性 鬆綁勞動市場像什麼 有一些國家原來這些非頂型就業 譬如帕探就業是違法的 不合法的 可是現在我鬆綁勞動法 然後像在意大利 現在你就可以看到 part time就業是合法的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 非典型就業的興起 好 還有勞動的流動 那尤其各國之間 譬如像外勞 你也可以看到 是在各國之間的一個勞動的mobility 然後還有產業或部門之間 譬如現在歐盟 然後要求在28國 英國就退出是27國之間 要有很好的勞動力的流動 而且他還補貼 你如果到別的國家去工作 我們補貼你搬家費 好 那這就是勞動要能夠有流動性 還有訓練 我想這是世界各國都積極在做的 整個教育跟職業訓練 整個人力資源怎麼整備的問題 這是非常的重要的 還有各國來做一個 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有時候稱為積極化政策 這就是指什麼呢 是說以前的福利國家是社會福利 強調社會福利 我就是指給你福利 可是現在的福利國家是在怎麼樣 我透過很多就業的媒合 我來幫失業者或貧窮人口 我來幫他找到工作 讓他有工作 那即時我給你一些社會福利的補貼 但是這補貼的先決條件是 你要有工作 我幫你媒合的工作 你必須要去做 我再來補貼你一點 好 各種的社會補助 所以他會透過很多教育 職業訓練 或者各種再訓練的過程 甚至實習apprenticeship這種學徒制等等的 來讓失業者盡快回到勞動市場 這是現在強調的不是社會福利 而是工作福利 讓每個人有工作是更重要的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看英國美國怎麼做 那他的彈性勞動市場是強調自由化 國家接觸管制 但是也造成了非常多的低薪的工作 因為工資彈性化 那很多低薪的就業機會 我們常常說你常常會吃junk food 對不對 但是這種低薪的工作就被叫做junk job 好 那垃圾工作非常低薪 很沒有保障的工作 好 然後歐陸怎麼做 像德國 法國等等的 好 那他會在以前是鼓勵年輕人提早退休 不是 老年人提早退休 讓年輕人進入勞動市場 不是 年輕人提早退休 太棒了 然後但是現在可不是 尤其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 跟2010歐債危機之後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延後退休年齡 還有請領全額退休金的年齡 也都延後 譬如法國退休年齡從60延到62 然後請領全額退休金從65延到67 但是差這兩年法國人怎麼樣 絕對不領情的 幾百萬人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你知道法國人很在乎這兩年 他可以去休假的 然後所以在歐陸你可以看到常常是什麼 失業型復蘇 也就是當你看到經濟成長 但是是不增加就業機會的經濟成長 這個很慘 你看到經濟上來了 可是就業沒上來 還是趴在那裡 那怎麼辦呢 這是各國面臨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各國現在常常在做什麼事 創造就業機會 怎麼樣增加就業機會 來解決失業的問題 好 所以這是Job Day Growth 以後我們也會再來談到很多的問題 甚至某個金融的問題 都跟這個息息相關 好 然後在北歐很強調社會投資策略 就是人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人力資本成為他們最重要的 而且他們有特別提供給 婦女的就業的機會 然後補貼薪資 譬如你就業的機會 那可能在服務業的比較下層的 譬如3萬塊 我國家在補貼你2萬 你就5萬 5萬怎麼樣 你會繳稅的 你達到繳稅的標準 你有付稅的能力 而且你就不再完全依賴社會福利 而且你有工作不是失業的人口 所以這是現在在北歐 你可以看到社會投資 他們非常強調的這種開放的教育 或訓練的機會 增加向上流動的機會 那這是我自己給他上顏色的 我研究色彩學的 好 那上的顏色很不一樣 我們來看看這是工作保護立法 對勞工的保護 一是表示不嚴格 這什麼意思 美國對勞工的保護是最少的 程度最低的 右下角 來 同學們猜猜看 右下角的這些國家 義大利、西班牙、希臘、葡萄牙 這是什麼顏色? 土耳其藍 沒錯 因為這是地中海的顏色 對不對? 地中海的藍色 這叫土耳其藍色 土耳其藍 好 所以這些國家 地中海國家 這是南歐國家 所以表示這幾個南歐國家是什麼? 他的勞動的管制是最嚴格的 所以像我們剛剛提到義大利 好 他在十多年前 他的 他探的工作是非法的 你說要僱用一個勞工一定要是什麼? 他絕對是權職工作 負擔的工作 好 那美國、加拿大 英國、澳洲、阿爾蘭 這在左上角 這是勞動管制最鬆散的 那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個人化的勞資關係 勞資關係是屬於你跟企業主 兩個人之間的關係而已 可是在南歐呢 或者在往上 你可以看到這幾個藍色的 這是什麼 北歐國家 你可以看到勞資關係是一個很嚴謹的 而且是不是你跟資方 這種個人化的勞資關係 而是很有組織的 個人的關係 很有組織的勞資關係 好 那譬如有很強的工會 那解雇你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然後除了這些南歐跟北歐國家 還有你看到歐陸國家 瑞士、比利時、澳地利、荷蘭、德國、法國 這些歐陸國家 其實歐陸國家也是有很強的工會 然後勞資關係 好 那並不是個人化的勞資關係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亞洲國家 日本 日本在這裡 那所以是一個比較中度的勞資的一個規範 對勞工的保護 而且日本你知道現在有勞動派遣法 還有這些部分公司的工作法 等等的這些勞動法 所以你就知道其實日本現在 這些非典型就業 已經佔他的勞動市場的比例非常的高的 好 那都快要一半的狀況 好 那所以同學大致就可以知道了 在世界各國的比較裡面 到底工作保護的一個狀況 那雖然這是1998的資料 但是現在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國的 一個共同的方向是什麼 對勞工的保護是什麼 越來越少 對 越來越少的狀況 好 那我們再給同學們來看看 這邊來看看自由體制 我們剛剛提到的像英美澳這些國家 社會民主制 北歐國家 還有這些統合體制 所謂的統合體制就是國家來介入勞資關係的 包括歐陸跟南歐國家 我們來看看他的整個勞動體制 有什麼不同 好 我們剛剛看到 勞動市場管制的狀況對不對 自由體制是低度 北歐是中度 歐陸是高度的一個狀況 好 那勞資關係 自由體制是很個人化的勞資關係 集體在北歐你可以看到 是一個很集體化的勞資關係 歐陸他所謂的滿中央化的 是指他是全國產業層級 整個產業是一個全國性的產業層級 但是在北歐你更可以看到 他是還有不只全國 還有跨產業 那如果在北歐一罷工 那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在像我們看到在歐陸國家 譬如他們罷工已經是全國層級的 再加上跨產業 那各種交通事業 甚至相關的產業都罷工 這更是更大規模的罷工 各國的就業的狀況 譬如在英美你看到他的失業率比較低 但是他有很多低薪的工作 所以勞工只要每個禮拜工作10個小時 就不算失業 所以你可以看到失業率低 其實那裡面還是有秘密的 你一個禮拜工作10個小時不算失業 但是吃得飽嗎? 吃不飽 而且又低薪 食宿又不夠 那如果你又要養一個家庭 這是滿困難的事情 所以常常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英國、美國等等的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狀況叫做工作貧窮的狀況 以前我們認為工作是什麼 他以前認為貧窮是什麼 因為他沒有工作 可是現在你看到一些有工作的人 還是落入貧窮的陷阱 這是現在很多新的現象 然後就業率在北歐 你可以看到就業率滿高的 在北歐是有世界最高的就業率 不論男的 不論女的 那北歐女性的就業率也是世界最高的 那在歐陸國家就業率就比較低了 除了荷蘭之外 因為荷蘭 那他們有非常多的部分公司的就業 非典型就業 而且對這些非典型就業的勞工非常好 那但是其他國家的就業率很低 尤其像在意大利的就業率非常的低 尤其婦女的就業率那更低 那因為除了企業主不容易 不輕易的雇用員工之外呢 還有像在意大利 在南歐國家 他們的家庭主義 還是要求婦女來做什麼事 照顧小孩 照顧家裡生病的人 照顧家裡的老年人 還是賦予婦女來做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在意大利 你可以看到婦女的勞動的參與率非常的低 然後在德國也不高 比起北歐那真的低很多 那同學們猜猜看 那在台灣呢 台灣的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高嗎 比德國高還是低 高 高 同學中文樂觀 比較低 這是在台灣 那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也是不高 雖然比起意大利好很多了 那尤其台灣尤其是很多 結了婚之後 生40歲之後 一直到40、50幾到60幾的就業率 是直線下降 那可是在北歐你看到60幾歲的就業率還很高 那好 然後在歐陸國家 我們說他的核心員工的保障非常高 那國家給予這些員工 或企業給予這些員工 很高的工資 很好的保障 而且這福利非常好 而且給予你的配偶 你的小孩 各種的福利 好 那勞動市場彈性化 我們剛剛有提到英美競爭性彈性 然後統合體制的歐陸是結構性彈性 那在北歐除了結構性彈性 我們還提到 他是一個很人性化的彈性 好 那落實社會權的人性化彈性 這是指什麼 每個人只要成為公民權 他們都會強調每個人要有工作的權利 所以他們會為這些譬如殘障人士什麼 設計適合他工作的環境 這是企業必須來做的事 不是人就工作 而是這工作的環境必須來怎麼樣 來改變成為適合殘障人士工作的環境 所以你就知道這是什麼 非常人性化的工作環境 你知道在北歐有全世界最先進的 輔具的這些設計跟產業 好 那好 所以在英美你看到主要以部分公司 勞動派遣作為他們的彈性就業的狀況 然後在北歐你看到 婦女彈性就業率非常的高 好 那歐陸呢 彈性就業率比較低 他比較強調是譬如工程師的 在不同的企業之間做技術的職員 成為他們彈性就業的一個方式 好 那所以剛剛我們來談到的 這是荷蘭的一個狀況 他有非常好的社會保障 那也給這些彈性就業的勞工 有各種等比例的各種的福利 所以勞工只要受僱18個月 這是短期契約 然後他可以享有休假 弘利 退休福利 還有資錢 還有失業給付 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在很多國家並沒有的 好 然後而且他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呢 仍舊有很高的就業率 很低的失業率 好 這是在荷蘭彈性就業做得非常成功的地方 好 那在韓國呢 他稱為非正規Non-Regular Employment 就是非典型就業 那他有相關的這些契約法案 短期契約的 還有部分公司契約的保障法 他也同樣給予正規跟這些典型跟非典型勞工 同樣等比例的待遇 這是從2007年韓國的一個新的規定 好 所以最後我們要跟同學們談到 那個人要如何整備 然後面對這樣子的勞動市場 那你會說我要怎麼辦呢 我能怎麼做呢 好 然後國際觀 這是掌握全球趨勢 這是一定要的 還有你的不可替代性 不可替代性 怎麼樣發展自己的優勢跟興趣 然後非你不可 雇主非雇佣不可 因為只有你會 你做得最好 這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同學好好掌握自己的優勢跟興趣 好好發展自己的興趣 這是很重要的 好 然後專業跟科技整合 譬如以前有個電子學院的學生 但是他又去修了醫學院的課 他說做什麼呢 他說以後我想來做發明醫療器材的工作 好 這是科技整合 好 別人做不到的 你做得到 別人沒想到的 你想到了 好 還有EQ跟工作態度 這個很重要 怎麼樣解決問題 怎麼樣與人溝通 好 那你知道在美國 講個故事好了 這是個真實的事情 在美國有個四、五十歲的物理博士失業了 這是在美國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情 好 那他失業了 他當然還要再找工作 但他看到一個清潔工的工作 他去應徵了 然後應徵的時候他怎麼說呢 他說我會用科學的精神來做清潔的工作 好 你知道在美國 哪個地方最乾淨你知道嗎 廁所 美國的廁所是最乾淨的地方 在台灣就不是了 一點味道都沒有 都是清潔劑的 清潔過的味道 好 他們在美國廚房或廁所或什麼 每個地方用的清潔劑是很不一樣的 好 他們的廁所真的非常的乾淨 所以你知道這個物理博士他被入用了 然後他真的用科學的精神 來做清潔的工作 然後三個月後 他被派到公司的研究的部門 轉到公司的研究部門去工作 去做他物理博士的工作 好 所以這是什麼 工作態度 做什麼 像什麼 好 這個很重要 還有個人的創新跟領導 你說創新 領導 好 那這個很重要 那這是後面我們會再跟同學們談到的 我們先讓同學們來看一下 這些領導的氣質是什麼 好 而且其實這些領導 是每個人都內在 潛在的這些特質 好 然後最後我們要跟同學們來談到 From job to career 好 你以後要的不是只是找一個工作 而是什麼 來發展你的career 好 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你怎麼樣來充分發展你的創意 你的興趣 怎麼樣開發你自己個人無限的潛能 而且讓工作成為你一生的志願 你的career 而不是只是工作而已 好 然後因為唯有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才能樂在工作 才能全新的投入 好 根據蓋勒普調查 今年的調查 他說台灣樂在工作的員工比率只有9% 全球的平均值是13% 當然你要問 那除了這個9% 好 那13% 那另外的人的工作是什麼 那這是最後我們要建議 不管外在環境如何變化 重要是要給自己機會 你永遠不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 而且創意思考 我會建議採取藍海策略 你知道藍海策略 Blue Ocean Strategy 號號 那一本書裡面最重要的一句話 就是什麼 Test your own territory 怎麼樣來測試你自己的領域 當你找到你自己的領域 而且當你來研發或者來生產什麼東西 或者你有這樣子的能力的時候 你知道嗎 放眼過去 沒有人跟你競爭 這是一片藍海 而不是紅海 好 那所以最重要 怎麼樣發展你的潛力 來Test your own territory 你自己的領域 這是你自己的領域 沒有任何人能夠替代的 好 最後 Trust me You can become the hardcore of society 你可以成為社會的中間 好 好 那這是 在跟同學們討論的 導動市場的問題 那同學有什麼問題嗎 這裡面有很多共同的指標 但是只是在指標的背後 或者你怎麼樣來再去搜尋 好 它到底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譬如說在美國失業率很低 譬如現在美國失業率超5%左右 但是呢 美國的聯準會主席 那他就認為說5%幾乎是達到 充分就業的水準 哇 你說充分就業 可是在台灣我們4點幾 我們就覺得失業率很高 好 那而且美國的5%是什麼呢 我們說這裡面有非常多低薪的工作 低薪的工作 每個禮拜工作10個小時 不算失業 所以美國你看到他失業率下降 譬如他當時從2008全球金融危機 從10%的失業率下降到現在超5%左右 你可以看到是什麼 非常多全市工作不見了 而且非常多非典型就業是被創造出來 而且這裡面很多低薪的 非典型的partime的工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個月美國的他的就業報告出來 多少新增多少非農的就業人口 但是你還要去看 這裡面是fulltime的就業還是什麼 非典型的就業 這個很重要 所以他們創造非常多的非典型的就業 而讓失業率下降 但是在失業率低失業率的背後 你還要再去求證 是他們找到什麼工作了 他們過著什麼樣子的生活 這是很重要的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